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应医医疗顾问中心的方博士 说到流产到底几时过后才可以再次备应呢 其实这个题目呢 我相信对于一些流产过后的父女们 他们会非常的关注 那我会跟大家分享两个case 但是我相信对于流产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经验 而且不只是精神方面受损 更加的是身体方面的受损 基本上来讲我相信很多被应的父女们 他们都会有流产的经验 但是流产方面的话其实是不容易度过的 除非那个流产我们叫做记早级流产 就是你刚刚从烟硬帮方面烟到两条线 多几天你来尽量 因为你对于你的身体方面 你还没有真正去体会或者体验到那种怀音的感觉 所以在流产的期间呢 你会觉得很confused 你可能也很伤心 你也会觉得你可能 你的baby是够内应 而且你在去跟进的时候 确实也看到baby有了心跳 忽然间在另外一两个星期过后 或者在一个月过后 你去到妇产课的时候 那医生跟你讲 baby的心跳在第八个星期之后就停止了 或者baby根本没有长大 那我相信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形呢 你一定会觉得很伤心 这样过后应该这样做 所以西医可能会给你选择 或者有的西医直接就跟你讲 我们要做人流了 所谓的人流是其中一种流产 需要做的一种手术 它叫做DNC 像另外一种就是说 西医说让它自然流 还有另外一种是 它给你吃药 我们叫做药流 那当然如果可以自然流产的话 这样对你的身体的损害就会比较减少 但是如果在自然流产的话 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那个身体的免疫系统 把那些残疑或者残疑的那个备胎的细胞给排出来 这样你的子宫还是会有发炎的现象 那我们说在怀孕的期间呢 有的人他会验黑CG 或者当他去看不产歌的时候 不产歌就会验他 叫他验这个黑CG 那验了黑CG之后呢 其实从黑CG里面呢 是可以看到他在怀孕 就是初期的怀孕 他confirm怀孕了之后他去验 或者他confirm怀孕第五个星期验 还是第六个星期验 那黑CG有一个range呢 是可以参考的 所以如果说在做IVF的人呢 以我的经验呢 他造床的时候 他的黑CG一般都不会很高 所以有的百多两百多三百 如果黑CG在做IVF的时候呢 他是上到签的 这样我会觉得你的胎会比较稳 如果以博士的经验 如果那个黑CG是处于在几时 五时六时 那个流产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我自己的那个要求来讲 在怀孕的妇女们 她们除了要做黑CG 博士也会看他的CA125 还有就是也会看他的普拉丁跟古地兽 因为普拉丁是其中一个homo 可以阻碍你的黄体 甚至我也会看黄体 那刚刚有讲到 假如说在流产的时候 医生可能会选择用DNC 人流 药流 或者等你自然流 那假如说你医生跟你讲 你等多一个星期的话 这样你的那个备胎还没有办法脱落 他常在子宫里面的那个时间夜久 子宫就很容易发炎 而且会产生抗体 这样你就要决定了 可能要进手术室做DNC了 当然在做DNC呢 他会将你产疑的默一起把它清除 所以有的人在做了DNC之后呢 他可能子宫默会比较薄 所以他第二个月来经可能经血量少 像如果有一些人 他没有在作业的状况之下 他可能就第二个月也没有办法来经 或者他本身的那个血有不住的话 还是有地转海贫血或者贫血的底的话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自然流产了之后 甚至做DNC尤其是DNC 他可以在第二个月来经的 那这时候你也不要太过焦虑 所以流产的话我们就要预防 他会不会再一次流产 甚至流产作业是不是很重要 那至于如果说在做了DNC之后呢 我通常会提议你干净了之后呢 就要倒回去再给西医照一下那个子宫 看是不是子宫比较干净了 还有再补充一个HCG 如果那个HCG的指数 还是存在有反应的指数 这样可能就洗的还不够干净 这样就要看西医怎样在安排你 在这方面去解决你这一个 还有产与续胞的那个环境之下 那博士在这边其实先跟大家去分享两个case 那第一个case的话呢 其实黄小姐 那他其实他们夫妇俩呢 其实曾经在一般年见我 两个人是一个很有心调理的 两个人在见我的时候 太太29岁 然后已经结婚了三年半 意思是说他们两个人 是很年轻的时候结婚的 那因为没有办法自然怀孕 所以原来在2016年 他做过素容管造影 这样一边通一边比较不通 所以我相信另外一边的 已经是阻塞了的 这样只剩下一边 所以这个当然会影响他自然受益 至于在调理的话 他们的夫妇两个是非常有心的在调理 基本上来讲 他是在18年年尾见我 其实也是靠近19年了 因为他是在12月30号 这样呢 调理了一段的时间 虽然还没有怀应 可惜我们在2020年 因到了COVID 所以他跟他先生不幸的 中了COVID 那时候在2020年 还没有开始打Vaccine 所以两个人是处于很严重的状况 因为他跟我讲 他们两个人的后遗症很大 所以他发烧了整个星期 跟他先生 然后后来的Long COVID 他可以没有气 讲话的 甚至更加不能够走多走路走多一点 甚至是讲话讲久一点都不够气的 所以后来他再重新给博士调理的话 我就比较专注在他的那个肺部方面 跟他的那个营养方面 就是肠胃方面 所以他那时候 所做的检验方面 都是理想的 尤其他先生 不管中COVID 跟中COVID之前 他先生的精虫数量 是可以上到七八亿这样多的 知道他中了COVID之后 他其实精虫也是可以保留在四亿多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其实他先生本身来讲 都保持非常好的体质 这样太太来讲 他子宫在那时候也没有生任何的东西 而且博士看回他曾经有阴道发炎 甚至他有时候压力大 只是太太方面的话 他因为背影了一段的时间 所以他自己也是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压力方面 而且他有地中海贫血 而且他的影视生活习惯 博士觉得也不是太理想 曾经在21年的12月 他有一个HOMO布拉丁 确实是有进步的 因为他在三个月前 就是9月21年的时候 他的布拉丁上到36NG的 后来给条理之后就跌到22 至于其他的HOMO 都属于理想的除了压力的指数 那因为有时候压力导致到他的身体周期就不准 所以他的卵子的存量是属于PCOOS的 那我们要讲到他身体了之后 博士就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他在做了COVID之后 到回来给我调理过后 其实他跟先生去了YT工作 所以就大约也是靠近9个月10个月左右 这样过后他就联络博士说他怀疑了 当然虽然说他调理完毕了8、9个月 他在怀疑我们照样还是会照顾他 因为这个是我对他们的promise 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怀疑 我们都有专人照顾他 直到什么为止 所以他太太也是很配合的 他去在怀疑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怀疑的咽血 再加上就是我要看的一些的指数 那其实他一confirm怀疑了之后 在大约第4到第5个星期之内 他就赶快做一些检验博士看 他的HCG是3000多的靠近4000 所以基本上他的胎也算是稳的 后来他在做那个CA125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不大对劲了 因为他的CA125可以上到197.3 其他的指数B型肝源都足够 只是Rubinia数语很低才0.8 像普拉丁也很高50亿 黄体方面OK Codyso也是会有一点的压力 那后来我有一点担心他 我就跟他讲说 你在见你的妇产科的时候 你要叫他把子宫照干净 就是照好来看清楚里面的那个子宫的环境 因为我估计你可能有血块在子宫里面 因为他的CA125反射处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我就问他 你早期有没有调理完毕之后 有没有来劲有血块或者痛 他说会 但是他没有通知博士 这样他在照到baby有心跳的七个星期之后 第八个星期 踏入第八个星期 这样有一天 他不然觉得腹部很痛 然后就跌了一块的血块 就来血 那个血块非常大 相信好像是 只是小过前头不了 将来他就一直出血 至于去到医院了之后 医生跟他讲baby已经没有心跳了 那所以在怀孕的期间 原来有余血方面的话 是可以令到子宫里面的环境发炎 然后我们也有讲过发炎 会令到你流产 这方面不是单单令到你不能怀孕 发炎可以分为很多种 所以我当然会有一点生气 不是因为生气他 而是因为那个洗衣方面的舒服 那吴小姐 我那时候他在怀孕的时候我非常开心 因为吴小姐是一个人来见我 他见我的时候是在2021年的年尾 他已经41岁了 他每一次都是一个人过来 而且是很有心在调理的 虽然他的那个AMP也是 比他预期的年龄很低 但是他在调理的期间 他都配合的非常好 进入了第四个疗程的时候 他通知博士他怀孕了 所以当然我也非常开心 所以他也是在 刚刚confirm怀孕的时候 就配合我去做了检验 C2125是正常19 Rubinia18.5 HCG在2000多 这个也是在怀孕的指数里面 而且也是宫内应 他的黄体就非常高 所以他怀体非常好 这样至于 口提兽很正常 普拉丁方面也是属于正常 在15 所以他的黄体非常好 这样至于 他也是在怀孕的第八个星期的时候 然后宫内没有心跳 那时候医生跟他讲 他子宫有一粒瘤 那基本上肌瘤我们知道 有时候生在肌瘤或者在外面 影响并不大 但是医生说他可能是那一粒肌瘤影响他 这样这方面的话 我就不能跟大家说 到底是不是肌瘤方面的问题 这样对于吴小姐来讲 我觉得他也有很大的可能 会是基因影响他 那我们知道流产的话 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原因的 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导致流产 其实今天我们也要讲 然后我们才来说 到底几时才可以再备应了 那他们两位都是要做人流的 就是要做DNC 这样吴小姐她做了DNC之后 就下个月她就没有来经 所以她延迟了整两个月她才来经 这样但是她过后去给基因在照的时候 基因就说她还有卵子的出现 而且那卵子的那个size也不错 我是觉得证明了她在条理的一点里面 怀音其实是数语 以她的体质来讲是数语快 所以她在条理方面的话 她确实是细手的非常非常好 那或者我们讲有什么样的原因 可以令到流产 那流产的话呢有的可能是基因 因为基因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反驳的 就是说当你每在那个胎儿在成长的时候 如果是基因的缺陷的时候 她成长到一个程度 她就没有办法成长 这样这个是自然界的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跟她对抗的 这样意思是说如果一些不好的东西 她没有办法继续成长 但是基因是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说有可能会继续再流产 如果你的基因是影响的 不只是X啊 Y啊 还是其他的基因方面切发的 这一些都会导致到你流产 另外就是说比较普通会出现的呢 除了Genetic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黄小姐了 就是Blood clotting了 那其实这个Blood clotting的话呢 原来她在CA125已经出现了的 而且CA125出现的太高 再加上普拉丁曾经有高 所以她的黄体就没有办法上来 那基本上来讲如果有血块继续存在的话呢 有的也会胎死不肿的 因为胎儿可能在长大的那个期间 因为你的子宫有发炎的现象 没有办法令到她有成长的话 如果再早期 但是再后期的话 因为这个发炎会影响到你的胎盆的 所以有的因为有这个Blood clotting的话呢 有时候到你发现的时候呢 可能胎死了 因为除了流产呢 就是胎死不肿 另外就是说 Hormocysteine Hormocysteine的话呢 就是心肌发炎 那心肌发炎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一般的咽血方面 有心肌发炎的人 他的C-reactive protein如果高的话呢 他可以再做一个Hormocysteine 如果Hormocysteine不是很高的话 这样就是他没有一些心脏的原因 去影响他的发炎 如果有的话 这样当然我觉得可能就要见心脏科 或者专科了 这样至于我们要讲的就是 immunological disorder 那这一些呢 我们也有讲过 有关系到一些抗体的 或者红巴蓝肠啊 像某一些的抗体 他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悲胎 继续成长的 所以这方面 如果说有某一些的抗体 可能你不知道 但是你每一次在怀孕的时候呢 你可能很容易流产 或者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的检验去看呢 就是我应该早期有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些Igb啊 或者是Hepes啊 还有就是一些BDRL啊 然后再加上也可能是那些工虫之类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有养虫物 这些都会影响到你流产 或者甚至是生气形态 另外接下来的话就是 low progesterone 那黄体有时候不够的话 就是平常你没有排卵或者少排卵 这样黄体不够的话 也有可能是你的压力 或者你的cortisol跟布拉丁太高 也会压制你的黄体的 这样这方面的话 我们就叫hormoid imbalance 另外的话就是有跟大家讲过的 high estrogen 就是Extrogen Norbinate 这样因为你如果的Extrogen过高的话 可能你会引起你的子宫里面的末发炎 而且影响到你的黄体 那另外讲过普拉丁呢 还有就是糖尿病呢 会引起的频发症呢 insulin resistance tie rod 家长腺呢 尤其是家长腺减退了 这样再加上就是 ruder phase defects 就是说你的那个黄体生成技术 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这个也会影响的 那最后一个呢 是很少见的 就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也是属于基因方面吧 这样 他的那个子宫的size 双子宫 这个也会影响他流产 看双子宫的状况是怎样的 另外就是incompetent civic 就是子宫颈也不提前他那个形状 像刚刚有提到的 或者可能这个吴小姐的流产 跟他的outrin fiber也有关系的 所以这方面呢 都有可能会令到你流产的 那其实流产过后 我们几时可以背影呢 那相信呢 除了我们说空胚胎了 那空胚胎的起因呢 其实就是说 啊 那一个胚胎里面没有办法成长 我也曾经有讲过这个名词 他的起因是怎样 其实我们知道要做成一个胚胎的话 就是 爸爸的23条的基因 就是chromosome 妈妈的23条的chromosome 这样呢 46条 才能做一个人的structure 但是如果空胚胎的形成就是 只有爸爸的 那个chromosome 没有妈妈的chromosome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做成一个人的形状 但是子宫呢 他分辨不出的 所以当子宫 觉得有怀孕的现象的时候 他还是会继续制造黄体 你的膜可能都会继续厚 像当时呢 空胚胎是没有东西的 不能成长 其实 他是属于一种不好的胎 所以如果说你在怀孕的期间呢 医生跟你讲是空胚胎的话 我欠你 去找做人流 把它拿掉 因为他可能会留到10个星期 11个星期 他都不能靠自己 留的话呢 这样你的子宫会大量的被损伤了 因为你子宫的营养 就会被里面空胚胎的细胞吸收掉 这种情形的话 你可能下次再怀孕你可能会流产 因为你的子宫 影响到可能会严重的发炎 所以 不管在哪一个阶段 如果是流产的话 你都需要作业 除非是既早期流产 就是我刚刚所提起的 你一咽到了 就流产了多几天 所以 除了这一个 你 没有必要真正的去作业 但是也不要喝人影 其他的时候呢 流产的 那一个时间 如果拖的太长 你的 那个子宫的环境可能很容易发炎 这样 产余的胚胎 在里面也会导致到你发炎 因为他已经没有生命了 所以博士就会提议你 尤其是空胚胎 一知道了之后呢 就要赶快做人流 而且作业呢 假如说 一般来讲 看到心跳了之后 在怀孕的期间 如果你业后期流产 或者胎死不中的话呢 你作业 就要做得业久 可能 两个星期 四个星期 一个月左右了 OK 那 这一边我教给大家去看 如果是空胚胎的话呢 一些灰的妇产科的话 他们不会教你即刻三个月再怀孕的 有的 严重的话 可能会教你一年或者半年之后 再背孕 但是 如果说你 那个流产 是属于季早期流产 我觉得只要不是基因的问题 这样你可以很快 下个月你再 plan了 像假如说 你的流产 像我讲的 是 黄小姐的 她因为CA125很高 所以她应该 是要去解决她的子宫里面的那个发炎 可能是有子宫内膜一味的问题 然后才来被应 要不然她那个妇科的问题再出现 她也可能会再次的流产 这样至于 吴小姐的话 她就要确定 她的那个肌瘤是生长在哪一个位置 会不会是其中之一影响她流产的问题 还是 她是基因方面的问题 因为她们每一个在调理的期间都会做一些 HOMO给博士看的 我觉得她的HOMO理想的话 她就可以被应了 所以 对于 吴小姐的话 我就比较不能理解 但是对于黄小姐的经历 我就觉得很可惜 因为医生方面的舒服 她们两个人都是有在做作业 吴小姐的话 她说 医生在第三个月大月上 如果你计算起来 她过了六十多天才来经的话 靠近两个多月 她也看到有足够大的卵子 这样她可以被应的 因为她是可以符合了那个被应的条件 所以其实在流产过后多久 可以被应呢 我相信我所听到的 从一般流产过后的妇女 他们有时候医生跟她讲 你下个月就可以被应了 或者有跟她讲 你三个月过后就可以被应 其实这些 我觉得是以个人所益 就要看她流产的是什么原因了 假如说高龄的应妇来讲 我们当然是提议说 越早反应越好了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流产的次数 超过一次 两次三次 这样就要看 是不是基因方面的问题了 这样至于流产过多久 可以恢复排卵 其实你只要有来精 你就有机会排卵的 像你可以自己做一些的检验 做体温图表 或者用排卵测试纸 不要太担心流产过后 容易怀孕吧 有的人是可以再继续怀孕的 这样 所以这方面不用太担心 最主要要确定 流产过后 没有因为发炎体而影响到 你因到发炎啊 甚至是苏罗管阻塞啊 甚至是影响子宫里面发炎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你可以过后 透过妇产科帮你做检验 或者你可以去做pervy ultrasound 或者做一个packs meal 至于流产过后要吃的东西呢 其实我们做routine很重要 所以如果不是素食者 当然要吃肉类啦 豆类啦 奶制品奶类的话 就选那些不要太浓的 这样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吃一些 刺激性的食物啦 不要摘细烟啊 喝酒啊 或者烈酒啊之类 然后因为流产 你做人流也好 自然流也好 可能你需要多一点的铁质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吃iron poly acid Vitamin B 都可以 或者 calcium 这样我觉得 身体需要去作业啦 这样水分要足够啦 这样至于不要去吃那些 海鲜贝克之类的东西呢 螃蟹啊那些 生冷的啦 因为鼻胃不好的话 也会影响你的那个消化系统 甚至血液循环不好 然后一些比较坚硬 或者烤的东西 BBQ的东西 油腻的东西啊 就尽量不要去吃了 还有就是精制品啊 尽量也不要去吃 这一些模式就交给大家 去参考啊 这样啊 这一期我们讲了 这一个流产过后 几时才是适当的时候 在背影啊 其实啊 过后我也会讲解一些 比较短的 cases 就说啊 他在怀孕之前 所有身体方面的问题 啊 然后他背影了多久才怀孕 或者他之前在病之前 所遇到一些身体的状况 所以我相信啊 过后 我会做一些比较短的讲解 谢谢大家 给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